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课堂 如果大家到了20多岁还在长痘的话 那么就不要骗自己了 你的不是青春痘 是什么导致你长痘痘的呢 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1.喜欢甜食 这一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糖分 不但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影响身体激素平衡 而且还会导致B族维生素的大量消耗 这样就会导致脸上痘痘的加重 2.尝吃高脂肪的食物 这类食物会导致皮肤中的皮脂腺大量分泌 一旦面部皮脂增加就会导致皮肤代谢变慢 毛孔开始堵塞也就开始长痘痘了 3.经常熬夜 皮肤在每天的10点左右呢 就开始自我的修复了 但是如果你经常熬夜或者是晚睡的话 不但会影响皮肤的修整 还会导致痘痘的出现 大家想要不长痘痘的话 那么这三个恶行一定要先改掉 不管什么季节啊 大家都喜欢吃火锅 那尤其是辣锅 但一般吃完火锅后 第二天通常会嘴唇起泡 腌肝疼痛 胃部总有不适的感觉 其实啊这是为火过旺的表现 那么为火过旺该怎么办呢 那下面呢就有两个去火学推荐呢给大家 照海学缓解呢咽喉干燥 那照海学呢位于族内侧 内怀尖下方凹陷处 照啊意为照射 海呢象征大水 那照海顾名思义 指神经的精水啊在此大量蒸发 具有吸热的作用 按压此学呢能够缓解咽喉干燥 木赤失眠等 由于呢阴虚火旺引起的症状 那按压时啊感到呢酸麻胀就可以了 按压时间呢不宜太长 5到10分钟即可 内停学去喂火 内停学呢是在第二指与第三指分叉处 对手脚发冷体虚多汗 脸部神经比如那牙疼有显著的缓解效果 内停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可以去喂火 可以说呢是喂火的克星 那按摩内停学去热去喂火效果非常好 平时啊也可呢多用指端按压此学 那按压时呢以一侧拇指的指端按压住此学 那稍微用力按压 以酸胀感为宜 每侧一分钟共两分钟 那每天呢坚持按摩 凡是呢喂火引起的牙痛 咽喉痛 鼻出血 口臭 胃酸 便秘呢都可以按摩内停 现在呀很多人都有颈椎病 除了中老年人以外呢 经常坐在电脑前和低头玩手机 都会出现啊颈椎病 那下面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小动作 可以啊活动伸展肩颈 舒缓肩颈疼痛 预防治疗颈椎病 动作一 将脖子缓慢的向前驱 达到最大幅度之后 保持五秒钟回到原位 然后再缓慢的后仰 也是达到最大的幅度 保持五秒钟回到原位 这个动作做十次 动作二 将颈椎慢慢的向上拔伸 然后头和脖子向左侧旋转 眼睛向后下方看脚后跟 达到最大幅度之后 用力的拔伸脖子 保持这个动作五秒钟 然后还原 另一侧重复同样的动作 也是反复的做十次 动作三 站直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将双手在身后向握 然后用力的向后拉伸 同时头和脖子 尽力的向后仰 使肩颈背部的肌肉 用力收缩 保持这个动作五秒 然后恢复原位 同样这个动作做十次 这三个简单的小动作 只要长期坚持 就能够帮助我们防治颈椎病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 纠正不良姿势和习惯 避免高枕睡眠 注意颈颈部的保暖 避免头颈腹皱物 我们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 就很容易衰老 所以平时保养皮肤就很重要 除了用护肤品之外 其实我们还可以利用简单的穴位按摩 也能达到很好的美容养颜的效果 在我们的大腿上 有一个雪海穴 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 它是体内气血的海洋 我们所有的气血 都是聚集在这个地方的 那雪海穴的具体位置 就在我们大腿的内侧 将我们的一个手 大拇指和其余的四个手指这样分开 然后用手掌包住膝盖 然后拇指按的凹陷处 就是雪海穴 我们都知道 女人是以血为本的 那么想要面如桃花 就要养血 而雪海穴就有很好的补血 养血的作用 它统治各种与血液有关的问题 而且还能够补充气血 滋润皮肤 治疗雀斑 那每天我们在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候 按摩这个血位是最好的 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可以 只要气血好了 人也就自然美了 那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而美容并没有这么的复杂 只要我们平时每天坚持的按按这个血位 就能够轻松的达到美容养颜的效果 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